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AI重量级的技嘉公布营收 大家看一下技嘉9月营收到底是如何 台阶联电晶圆双雄也都公布 包括环球金都公布了 技嘉9月营收是162.71亿 较上个月的119.37亿 我是大成长了36.3% 较去年同期成长了85.58% 很猛 累计今年前9个月营收913.68亿 年增15% 技嘉也连续两个月在公开资讯观测站上备注 AI订单需求畅望 可见公司派做多的心态也是蛮浓厚的 那之前摩根斯丹利证券预估 技嘉第三季营收将技增4成年增5成 给予优于大盘的投资平等 像目前看起来 应该还不止这个摩根斯丹利预估的一个情况 因为9月营收呢 这个技增呢 有85% 相信10月11月12月的营收应该会更明显的成长 好那刚刚讲到台积电应该可以达到 今年前一次法术会的这个营收的概率了 那连电呢 第三季营收也出来了 营收技增1.37% 那世界先进呢 成长了7.13% 所以看起来这个成熟制成的情况也不会说非常差了 连电跟世界先进9月营收表现不同调 连电营收呢 较8月是回升 那世界先进则是持续滑落 两家公司的第三季营收是同步攀升 那连电9月营收是190.53亿 月增了0.53% 较去年同期是减少了24.45% 那整个第三季的营收呢 是570.69亿 较去年 较今年第二季 激增了1.37% 那世界先进啊 9月营收滑落到34.44亿 是三个月来的新低 较8月呢 出现了2%多的月减 也较去年同期减少了6%多 那世界先进第三季的营收是105.57亿 计增有7% 这个表现是优于预期 那金元双雄的营收看起来都还OK啦 那当然成熟制成的部分比较弱一点 环球经9月营收是64亿 月增了有17% 将近快18% 也出现了年增6%的情况 写下近半年来的新高 同时呢 也是单月的历史次高 那第三季营收是季减将近3% 年减3.75% 累计前三季的累计营收 年增3.83% 是创立年同期新高 这个看起来矽晶元的状况也还可以啦 现在目前看到 似乎半导体的真的景气 这个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落底的情况 如果从营收的情况看起来有这样的迹象 当然最主要还是要看这些公司的法说的情况 现在目前看营收也不见得完全能准 不过技嘉营收当然相当不错 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Smart支付业开的林振峰社长 振峰你好 阮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技嘉终于这个营收 有一点这个向市场宣告 我们是真的有接到AI单了 振奋一下大家心情 我觉得这今年大概 现在其实七八月以来 慢慢就越来越多好消息 之前大概五六月 就是一路都坏消息 不然台积电降个财测啊 或什么 那刚才阮大哥在讲这个 呃台积电的时候 呃达到这个财测 就在下修财测的那目标的 已经不会再进一步下修了 对对对 所以甚至搞不好 还会往上调一点 我们现在来看 可能有点机会 那事实上 呃因为台积电是重量级嘛 所以他反应的就相对慢一点 如果我们去看一些比较 中小型的股票 尤其是某些类别 像车用电子 其实他们可能大概在 有些在四五月 就稍微开始在翻证了 有那慢一点的 大概到七八月呢 也出现年增的现象 那这些就是呃 有跟我们之前讲 就慢慢反映到前面 我们说哦 大概就就是外销的 这个低谷大概已经过去 只是现在要一部分 一部分来反映 他们有一些开始进入成长 那也就是我呃 我们这次要谈的就是说 因为现在这个高利率环境 看起来会更久 所以要提醒大家 既然高利率环境会更久 资金成本是一个相对呃 过去将较过去几年 是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那你就真的要去考量到 企业的经营成本 在这种高利率下 他就只有成长性 比较高的这个产业 或者是投资呢 他才有可能继续创造一个 比较稳定的回报 也就是说我的观点是 你大盘要整体性的大涨 全面性的大涨真的越来越不容易 特别是台积电像这么大的 这个指数压在这里 你密板就很难 那全面性大涨又会有一些 譬如说有些支通讯的 他本身已经是属于毛利比较偏低的 就资本报酬比较低的 他也不容易在这种 高成本的环境下有表现 所以就会越偏向是 整体在毛利率 或者是营业利率 他上面比较高的 譬如我们这几年讲 已经大概就是电动车 AI 而且是真的真的有的 而不是只是吹嘘的 或者是说这个高效能的运算 大概就是这一些比较有资本 这个他的利润率比较高的 他才能够去cover掉这个 也就是说整个的 不管是生产成本的上升 或者是利率成本的上升 因为成本的上升这件事情 在这些属于高资本报酬率的公司里面 他们拼的是创新 基础上创新 或是市场的一个新的创新 所带来的利润 那他失败就可能都没有 但是他跟生产成本的影响 或利率成本的影响 是相对影响的 影响数比较小的 所以这也是如果我们来看 就是说未来 未来不管是第三季第四季 甚至可能到明年到上半年 除非说这个利率 有能够明显的大幅下滑 不然大概都会 基本上我是会觉得 会维持这个基调 就是你要去锁定 真的是比较高报酬 那对指数不要有太大期望 指数空间可能不大 但是就是成长股 还是会有比较突出的表现 这个正风的看法 好有一个消息要告诉大家 老黄又要来了 好消息 多头总是 四天 四天廉价 假如美股没什么大事的话 基本上下礼拜就看AI股表现 刚刚技嘉公布出来的营收 应该也就等同这个广达跟伟创 也都出来了 他每次选的时机都不错 上次他一来就刚好也是一个大涨的时机 老黄这挑时间来了 老黄是很会看黄历的 真的真的 为补先知 红海18号要举行科技日活动 市场传出 邀请人工智慧 AI晶片大厂 回答支援长黄仁勋 现身担任神秘嘉宾 红海上午接受记者电访不予置评 但应该是确实了 这个老黄会来 老黄一来又是这个 Don't work run 我的股票也Don't work 赶快run 那这AI股也Don't work 赶快run 好 这个是一个好消息 老黄好久没来了 终于要来 那老黄来的话 那AI股应该又有提升一下 我觉得今年大概就是AI 然后电动汽车 我觉得就轮流 那AI因为前面长得比较多 不过这波回答也真的蛮大的 那不过看看 虽然前面是草题材的比较多 那慢慢这波像技嘉 或是像广达 他们也真实都是因为这个AI 这个绩效有出来 所以也就慢慢可以上来 不过大家要比较小心 是因为AI虽然说有回档一点 但它涨幅比较大 那但是我们来注意看 有一些像这个电动汽车 有一些股票倒是比较涨的比较少 那反而是大家可以注意 像我们看到有一些八月的成长 或者是那个下半年成长不错 像这个LED车灯的利青 它这个八月的年增率 那个营收年增率达到39% 我真的很高 那受惠当然就是车用电子的这个部分 因为它的客户除了美国的厂商 或者是中国厂商 因为中国今年的电动车 也是出货非常的畅旺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看 他们就是已经属于在营收反应领先族群 因为我们知道整个今年电动车 大概就是会成长超过30% 跟去年比起来 大概少数今年还能够说 我比去年同期成长 大概就是电动汽车跟AI 那AI因为制造厂商 大部分也因为它传统的业务也蛮大的 所以可能那个整体的反应会比较落后一点 但如果是电动汽车占比较大的厂商 那就会比较大一点 那我刚才除了讲说除了像利青之外 另外一个LED的车灯像连加 它的年增率也到14% 可见不是只有少数一家表现的特别好 而是说这个整个族群确实都有受惠到这个状况 另外像静鹏他本来这个上半年算表现比较弱 到8月也转成年增了 因为他的这个车用PCB的部分 也是他一个未来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那我觉得像这些领先翻转 尤其是年月增不用讲 月增这些都早就先月增了 但是年增能够翻转上来 我觉得是大概在第三季到第四季可能会忧心注意 特别是你注意到前一波他也没什么涨到 因为AI前一波倒是大部分都涨很多 但是车用电子或者是跟电动汽车的零组件干领股 像可能有的涨比较少的 就我觉得可以补充注意一下 你刚刚讲历轻啊 连加这礼拜都大涨了 连加这礼拜全周涨了12% 历轻涨了6% 那现在看到在形态面上面都是偏多的一个走势 这其实基本上也反映你刚刚讲说他们的基本面 对就是事实上就是市场领先消息者大概就看到 那因为这个趋势又不是只会停留在这一两个月 基本上他就是这个整个趋势都是延伸 甚至延伸到第三季第四季 甚至到明年的全年的几率都很大 因为现在我们以电动车来讲 就是说电动车这一波 它的未来趋势大家不用讲 可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加速普及的趋势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 因为大家不管是欧洲也好 或是美国也好 你已经不再抵抗电动车这种事情 传统车厂 它不光是为了这个新的电动车的技术 还有包括这个以后因为越来越困难的 这个环保的这个要排碳的要求 或是飞机的要求 与其再去搞这些很复杂的事 那不如现在就一次转过去了 但有一档电动车最主要的概念股 就是台达电股价却相对疲弱 八九月连跌两个月 不过十月第一周是上涨4% 感觉起来台达电股价有慢慢打理的情况 我们等一下回来讲一下台达电 好 台达电最近筹码稍微乱一点 你想想想只要外资抛筹码 散户没接的接手没那么快 一定就会乱一点 然后就慢慢沉淀一下 但它低点也慢慢在成型了 它现在就是台达电就是一条季线在上面比较麻烦 还没过季线 长期来 因为台达主要就是外资持股最高 就台达电跟台积电就这两家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台达电 这个是重量级全职股 是仅次于中华电 这个从上面排下来 第六大全职股 第一大当然是台积电 第二是鸿海 第三联发科 第四是广达 第五是中华电 第六是台达电 台达电 我记得今年曾经一度好像是爬到了应该是第四吧 第四全职股 对不对 他当时这个股价到388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喷得很快 对喷得很快 那个市值达到一兆 将近一兆左右 一兆上下 那时候台达电爬到第四全职股 那可是因为股价跌下去 8月9月连同两个月摔下去 最低摔到326 从388摔326 其实也摔蛮重 台达电就成也外资败也外资 就外资在卖台达电 也确实 你去看台达电从388一路以来 外资其实是卖多于买的 但最近这几个交易日 你发现这礼拜 其实台达电也慢慢在打底 感觉起来就上面一条季线还没过之外 看起来 似乎这个要再破底的机会应该不是那么大 我觉得台达电这个我们真的也可以特别提一下 就是说这家公司的产业前景好不好 好公司的经营品质好不好 也很好 但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成也外资败也外资 就是外资买的比例太高 然后等到这个美元大幅的升值 再加上美债利率大幅上升的时候 这时候外资心中小剧场就来 如果我手上台达电资本利得这么大 然后固定收益的这些美元的商品呢 又有这么好的回报 然后我这时候卖掉 卖掉之后呢 我的这个因为这个台币在贬值呢 我如果卖卖会不会可能因为收到台币贬值压力造成影响 所以可能综合考量情况之下 这种外资持股高的 有可能他就会在 想要先把这个资本利得做个获利了结 然后转去一些比较高收益的美元的固定收益商品 在这种在这种策略操作下呢 是有可能造成他筹码有一点混乱 特别是像台达电这种好公司 越是很多退休基金 外国的退休基金在卖 那这些外国的退休基金 基本上他们也会一直去做这个资产再平衡 就是当股票资本利得大的时候 他们就会收割掉 然后去转到一些布局一些 他们觉得这个未来可能有固定收益高的 或者是未来也有可能有资本利得的这个债运商品 那我觉得这个资本再平衡是外资非常常做一件事 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意外觉得 好像台达电是不是有什么 让我们不知道必须要担心的事 我觉得大部分没有 大概就是一个获利了结跟筹码的换手 那这个过程中就是比较 对一般散物投资人来讲 就是你就是比较要耐心一点 等他的筹码沉淀 好那第三个 我们刚刚讲到台达电 其实在充电桩的部分 那第三个电动车族群 在你们的刊物上是写到了这智慧作传 对对对 其中居然是有联发科 联发科最近真的是这个大家都关注的一档 其实我个人我是还觉得蛮看好联发科 不管是在AI或者是在这个5G未来晶片 或者或者是说其他包括这个电动汽车 为什么我这样讲 事实上我之前有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就是说因为在华为手机出来之后 如果我们去看联发科过去几年来 它的这个系统单元的出货量 跟这个高通去做个比较的话 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晶片的出货单位数 其实它在悬油市占率是超过高通的 它其实是第一名 但是如果你用营收来算的时候 那高通简是狠狠甩开联发科好几条件 也就是说联发科确实在价格上面 是有比较就在品牌溢价的 这个产品价格上是比较弱势 弱势很多 但假如说在华为重新加入 这个手机市场战局提升了创新 因为我们知道手机市场自从华为退出之后 苹果就变得很懒惰 然后手机市场创新就变得很差 那假如这个超级的竞争者进来 因为华为一向是领先用一些高科技产品 如果它不被禁的话 那不管接下来未来美国怎么反应 我觉得至少整个手机市场的竞争态势变高了 然后高通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联发科也许在这个影响下 或许有一个机会重新杀出一个机会 就是说因为某些中国的品牌 没办法去选择高通假如 假如被更严格的制裁的话 那或许有机会 有一些单会流到联发科这边 那另外再加上联发科自己这一两年 也对这个AI的布局 我觉得他们也很积极 那这一点我觉得联发科是蛮厉害 我们之前曾经说过 联发科是少数在这个IC设计公司里面 不是一代全王的 就是每次到一个转折点上 他们总是能够很领先到下一个市场的布局上面 做好下一个准备 那我觉得我自己也对联发科 在他们整个公司的经营品 尤其是在领先科技的这个转变跟因应上 我觉得经营团队是算是相当的优秀 好 其实不管是摩根斯丹利或是高盛 这个几大外资机构 都对联发科给予不错的评价 就是看好联发科第四季 甚至大摩又把联发科的目标价 调到一千嘛 让八个最近股价 欲均凸起 好 那这个电动车的部分 我们谈到这边 这个其实在本刊 10月号的什么支付月刊上面 有这个封面报告故事 那另外今天长龙举行了法说会 那总经理谢慧全 对海运市场看法不乐观 这等一下请教政风 他说呢 听我的声音就知道 两个字沉重 他说预计第四季需求会走跌 价格持平 表现较第三季弱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且明年供给成长较今年大 市场面临相当挑战 谢总直言说呢 过往海运市况 情况是很热烈的 如同海啸般 海啸般 海啸般 潮水也很快退去 当今海运市场已经不如过去 两到三年 日经抖金般的蓬勃 所以现在目前的状况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传奇几乎回到正常的六到七成了 那再加上呢 明年的这个运量会大幅的出来 就是那个新船会下水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看起来长农是看明年更保守 其实这也回到我们最原先谈的那个 就是说高利率跟高资本报酬 其实是同一个逻辑 你想想看就是高毛利的产品 如果市场需求又很急 然后客户又很急 通常你会走什么 空运 然后因为空运的运输运费很贵 所以呢 可以cover这些产品 那你通常会走海运的 一定是比较笨重的 利润比较低的 可以承担比较这个 就能够承担运费的成本的负担空间比较小 容错空间比较小 所以在这个利率都变高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一个 如果这个单子呢 我辛辛苦运了半天呢 光是这个海运运费啊 燃油费啊 杂七杂八保险费 弄一弄之后 我根本没利润 那干脆不要借这个单子就好 所以那很多 跨海 尤其是远洋这种 需要这个 在这个高燃料费用下呢 需要远洋这种运费一定高的 它根本不划算情况下 那这个单子可能就没有了 那只有反而是我们刚才讲的是 比较轻薄短小的 或者是你这个资本真的报存很高 譬如说 你如果台积电要 要在美国盖厂 对他这个设备就是需要整船 要整船运过去 这个高的高毛利的机械设备 那当然这种商品 会被运过去 可是如果是其他一些 比较便宜的商品 譬如说一些中低价位的脚踏车啊 或是一些 比较 价格比较低的这些设备 或是 一些原材料 这个东西厂商就 他宁愿就选择不要做 所以在这样的排挤下 就有些订单 就自然而然就会 自终被取消了 因为搞不好运到 道案那边到底是赚钱赔钱 还不知道 还接都不敢接 接的时候都不晓得说 这个接下来这个市场变化 怎样 尤其是现在这个汇率波动 变这么大 大家接单就更谨慎了 好 怪不得 你看长龙其实上个礼拜股价 就是9月底股价还蛮强劲的 这周啊 哇 长龙是跌了4.3% 跌了5块 股价今天收111块 那明年的状况怎么样呢 谢慧全是说 他说明年 供给跟需求还是失衡 很有挑战 其中美国市场 这个货量应该会比今年好 但是价钱不敢讲 他说呢 市场供给远远高于需求 运价面临强大压力 欧洲市场他认为更糟 主要是终端需求不足 美国叫美国更严峻 再加上新船投入 他说今年总共有3艘 2.4万TU的船 你交22艘 还有8艘年底交 供需会更恶化 目前一贵只有800多块美金 连这个变动成本都cover不了 所以不要跑比较好 是他的说法 也就是说多跑多赔钱 欧洲多跑多 800块一贵怎么赚钱 欧洲还更贵 非常谢谢林正峰社长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